2022年台湾人最关注的火热话题 就是新冠疫情和酒合一大选 一评新闻网整理十大话题人物带读者回顾这一年大事 陈时中 谢谢 谢谢大家 我让大家死亡了 69岁陈时中因为防疫指挥官带来高声量 被总统蔡英文清定代表民进党参选台北市长 参选后却因阻挡BNT和护航高端的疫苗争议一路挨打 防疫累积的材料从证分变复分 加上这次选前 绿网军攻击对手引起民众反感 导致最终以14万票大幅差距落败 连绿营基本盘都跑票 奖万安 各位朋友 我们做到了 2016年才踏入政坛 奖万安仅花6年 就从立为转战首都市长 携带575590票的名义入主北市府 以43岁之姿成为最年轻直辖市长 外界对于奖万安的印象 不外乎奖家第四代 俊朗帅气 高学历 选战中他历经佛系软男 政见空洞骂名 后来靠着猛攻民进党防疫政策疏漏 逐步扭转选战 在今天一词立委职务 展现破釜成舟的决心 终让他替自己的政治生涯 写下新篇章 高洪安 顶着学霸光环的立法委员高洪安 参选以来话题不断 让选民仅有35万的新竹市不断登上媒体版面 绿营以立委柯建民带头 针对其论文抄袭 侵权争议不断攻击 更爆出他任职资测会期间为报备兼职等 但这都没有击垮高洪安 反而他记者会议连串高能操作 不仅让他身世越打越高 还圈粉不少 最后让38岁的高洪安 以98000多票顺利当选 成为新竹市首位 也是最年轻的女市长 罗亦军 疾官署副署长罗亦军 是指挥中心防疫团队最火红成员 堪称是指挥中灵副平男神 在疫情记者会中 以不及不虚的专业冷静 语气分析疫情 加上斯文秀气外表 被外界称为国民女婿 疫情本土大爆发之际 遭诚实中爆料 连衣服都没空洗 引发全台婆妈粉关注 魔兽霍华德 NBA超级球星魔兽霍华德 在今年11月8日正式加盟 台湾T1直篮的桃园永风云报队 在台湾掀起魔兽狂潮 由于霍华德曾六度入选NBA明星赛 三度获选NBA年度防守球员 在台湾拥有高知名度 她以月薪超过20万美元 约610万台币 史上最高价码加盟云报队 立刻引起一连串周边效应 增格尔 登山女神曾格尔 她在7月成为台湾史上第一位挑战狂暴之山K2成功的登山家 而在10月更以13小时无仰登上世界第八高峰马纳斯鲁峰 成为台湾之光 但曾格尔先是被爆和人夫泡汤 而遭到正攻求偿200万 而她13小时无仰登上马纳斯鲁峰的记录 由于超乎人体极限 不断遭到台湾其他登山家质疑 就连募资平台挖背也关闭她的赞助 并且同意民众可取消赞助 让这位登山女神一瞬间叠下神坛 王世坚 深耕北市中山 大同选区王世坚拥有全国知名度 因没有明显派系色彩 被外界视为何高嘉瑜一样 是民进党党内姑娘 她寻求连任参战却多次逆党而行 支持者游行她流失声率选票 不过也有声音认同她展现讲实话真汉子的形象 绿营操盘人士评价她可网罗更多元选票 最终选战结果出炉 这次尽管遭侧义猛攻 但王世坚越打越猛 勇夺29000多票 冲到该选区第一高票成功连任 民进党立委高嘉瑜以敢说的可爱形象走条政坛 去年底遭前男友林秉书变态暴打 痛欧奏贵甩巴掌控制行动 引发各界震惊 她从暴力幸存 持续稳战政坛 是最高声量的立委之一 林志坚 新竹前市长林志坚 原是蔡英文指定要接棒桃园市长郑文灿 代表民进党参选桃园 遭兰淫梯报硕士论文抄袭 且经台大和中华大学学术伦理委员会认定抄袭 并撤销硕士学位 导致声势瞬间滑落 徐巧兴 国民党北市议员徐巧兴 从毫无背景的早餐店女孩 蜕变陈兰营的新生代女战神 选战期间不断电 天天猛攻民进党 左打绿营侧义 右红城时钟楼人妻 各个集中要害 见一个告一个没在怕 成功将声量转化为选票 在松信选区吸27000多票 以第一高票当选 成为国民党世代交代的指标政治人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